从碧海蓝天 到大漠枯烟 从海上思路 到河西走廊 总有更远的远方 总有崭新的明天 敦煌 喜马游将 开向新的旅程 我无数次幻想自己来敦煌 感受大漠风沙 皮有一批的学者和研究者 还有一些画家 通过这种方式来敦煌 在莫高窟一待就是待了一辈子 千年不变的风雨 归然不变的幽远深邃 敦煌 吸引着无数的自由灵魂向往 在敦煌 因景色文化而在此驻留旅居的人们 希望能觅得一处可攻隐士 且具东方美学态度的处所 东义敦煌酒店便是在敦煌建筑和文化美学上的一次解构和重塑 酒店从容隐于周边整体环境 它保留了原有的沙丘 四周由大量白杨树所包围 给来者一种从未入内越走越深的渐渐之感 把西北传统的这种土墙啊 量房等元素 然后结合现代设计 让东义酒店既有了民居的这种小风情 又有了一家酒店的大气牌 它采用了很多天然的原始的材料 像沙头一样的墙皮 枯木一样的装饰 整齐的线条与自然的融入和对比 让我们时刻不要忘了 我们就是自然这种每一分子 大唐是开启整个体验的钥匙 井窗的形式 开启着来者想象的空间 从空间的角度 诉说敦煌的文化故事和自然生态 玄关处的两块巨石模仿石窟的设计 壮观之余 映射了墨高窟 给予敦煌内在文化的灵魂 是与自然元素的完美集合 空洞的保留 结合光影的轮转 建筑与光的交互 构建出具有人文活力的建筑语言 再配合光影的效果 你就觉得这个酒店 你上一秒还身处在这里 但下一秒就可以进入 玩具空洞的时光空间里 还有酒吧 篝火火堂 东义美术馆 唐风下午茶 点灯仪式 飞天舞蹈 艺术居于自然中 文化居于生活里 这边也是对于敦煌最大的尊重 酒店的这个点灯的仪式 篝火的仪式 给做了夜晚充足的仪式感 给我的感觉不仅是承载了居住 它更多的是承载了一种东西文化的一个交流 古道陀灵 文化遗址 每个来到敦煌的人都在思考 如何理解敦煌 如何感受敦煌 有的人在墨高窟里寻找传说 有的人在壁画前琢磨色谱 有的人在学习飞天的舞姿 当古老的场域 跟随时间的步履 行进至当代 于繁华中隐退 在疏括天地中明确自身 宣示一种风骨与气缘 我一幅幅的手规画面 它能够把最生动的场景给展示出来 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菩萨 可能只是觉得它面带微笑 到了一种阅历之后 你看到墨高窟的那种菩萨 也许它更多的是它内心的世界 在这广大与轻微间 群寻 对话 回望 反观 在一望无垠的戈壁里 来一场旷野里的露营 感受戈壁幻海 人间渺小 又或者在大漠深处银河之下 点一把篝火 让音乐融入千年不息的沙鸣回响 一幅幅历史的画卷 一阵阵自然的回响 这是一次跟随德国马牌轮胎的敦煌之旅 也是一次文化和自我的灵魂对话 遥阔 文理 光影 层次 好像一直都是摄影师在找的东西 它是一个发现 思考 反省的一个过程 因为敦煌让我感觉到了自己很渺小 也因为灯煌让我感觉到自己不再渺小 千年一顺 皆是沉淀 万里举步 都是历练 在时空变幻中 去寻找更古不变的精神与理想 这也许就是旅行的意义 只要我在路上了 我就觉得我 热血沸腾 对 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活着的 然后有思考能力的一个人 把车开在望不到头的公路上 开在望不到边的戈壁上 那场是打西北的新马油将 寻沙淫木 御马飞天 德国马牌成就你的每一程